女孩全身无法动她 此时的她正在被鬼压床 尽管意识非常清醒 但她却使不上一丝力气 就在这时 秋天开始越荡越快 紧接着 两边的绳子也开始越拉越紧 就当女孩被吓得不知所措之时 一个身影突然从她身后爬了过来 好在妹妹及时赶到 把她放了下来 悲剧的事情才没有发生 随后姐妹二人找到父亲 试图离开这座鬼宅 可这时的父亲 就像是被恶鬼附身了一样 把楼梯口用木板死死封死 不让两人上楼 姐姐担心父亲会做傻事 拿起锤子锤开的木板来到了楼上 可就当她来到这里后 父亲就像是中邪了一样 嘴里不停地 说你妈妈不让离开 原来 父亲此时已经神志不清 脑子里一直幻想死去的妻子 还活在这个世上 就在这时 一根绳子 不然把父亲拉到了房梁上 女儿见状急忙砍断绳子 把父亲救了下来 但父亲下来后 却疯狂地朝门外跑去 而妹妹也消失不见了 女孩无奈只好找到 心理医生寻求帮助 医生见状赶紧来到二楼 寻找父亲 而就当来到这里时 死去妻子的照片 却摆在楼梯口 很显然这时的男人 已经被阿飘蛊惑 医生赶紧对着男人 进行心理催眠 可下一秒 他却被男人一拳打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 医生就被一群怪人 拖进了黑暗之中 而此时 男人死去的妻子 也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告诉男人 让他下来陪他 可在现实之中确实 男人抱着妹妹 父亲跳下去 也并没有被摔死 只是摔断了一条腿 并且他也成功地 走出了对妻子的思念 回归到了正常的生活 而那个慈眉善目的心理医生 则没有那么幸运了 被那群精神病院里的怪人 牢牢困在了地下牢房 牛牛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世界